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王医师 那今天呢主要是想要来跟大家闲聊一下 那我们闲聊主题呢其实是跟长道郡有关系 因为我看到一个就是新闻就是好像在上个月的时候 新加坡他们成立了他们全国第一间 微郡的一个粪便银行 那这个粪便银行的话我们就说poopo bank 那这个粪便银行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历史的 你能够想象就是今天如果说我请你帮我就是每个月固定大一坨石 然后我每个月还要固定给你一万多块 然后你可能一年就可以靠拉石这件事情 赚十几万这件事情嘛 那这在某些国家是真的有发生过 那这个poopo bank最早是在2012年的时候 美国他们有一个open buyon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个算是全世界第一个 非盈利的这个粪便银行的公司 那当初为什么要有这个粪便银行呢 你们听过那个期待血银行吗 或听过金子银行 但是这个粪便银行呢 当初在2012年成立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实证发现说 其实可以拿粪便来去救治一些患者 例如说在很早前我们都知道说有个叫做 呃尾膜性结肠炎这样的一个疾病 那它主要就是呢在病人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之后 把自己的肠道的一些好菌可能都杀死了 它整个肠道菌的生态已经破坏了 破坏之后呢就很容易被一个刺激性的一个致病菌 叫做困难缩状感菌所感染 那感染之后呢这些病人都非常难复原 因为你知道他们都没有好的菌 可以去帮他对抗这些坏菌 所以这个人就会一直反复的拉肚子 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跟消化 那最严重的还可能会常穿孔 会造成一些致命性的状况 所以那时候就有些医生发现说 那我们不如把一个健康的人 他的这个肠道菌直接用灌的 我们用那个结肠菌大肠菌把它灌进去 后来发现果然是灌进去之后 这个人得到一个完全健康的 肠道菌的生态系 就可以帮他去修复他破坏的部分 并且对抗这个困难缩状感菌的感染 所以自从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之后 美国他们就开始思考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储备 这个健康人的粪便 就像你今天血液也要存起来嘛 如果有些人失血 就可以给他什么血型的血去书写 那粪便银行也是一样的概念 如果我储备了很多健康人的粪便 那我在这个人他跟肠道菌相关的 一个这个疾病发生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给他一个 非常新鲜的健康人的粪便这样 所以那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open biome 他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钱 去高价收买大家的粪便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比较保守 会觉得怪怪你怎么还要我的粪便这样 他后来发现好像有这样重赏之下 必有勇富的关系 很多人就开始贡献自己的粪便 那其实他们的这个标准蛮严格的 就例如说你可能要是BMI在标准范围内 不能太胖不能太瘦 而且你的饮食完全都是要健康的 可能都是要吃一些豆类水果 蔬菜全骨类 甚至是一些加工制品都不能吃 然后还有定期的吃一些像是益生菌 或是有些益生源好像菊菌纤维等等 确保你的肠道菌相是非常健康的 那他们初期也会用一些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筛选 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后来美国做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像是奥地利 或者是203年的澳大利亚 或者是2014年之后 欧洲很多国家像英国法国啊 德国或者是荷兰 他们就是慢慢的也跟进 去成立一个国家级的一个粪便银行 那在就是亚洲第一个应该是中国 那时候2015年 然后再来就像2016年 他们就是韩国啊 或者是后来的那个香港 在2017年 或者说新加坡今年的很多亚洲国家 也纷纷的去成立了自己的一个粪便银行 那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国家级的粪便银行 大概是有20几间 这个概况来讲 其实很多间他们的营运状况都不是很好 几乎是一个稳亏不赚的生意 因为你要知道你去收集这些粪便 可能你还要给他钱 那再来就是你把它冷冻保存 还要花一笔冷冻保存的钱 那能够用在谁的身上不一定 那能用的时候能够收多少费用也不知道 所以其实一开始很多的公司去做这件事情 有点像是研究性质 或者说公益性质 希望说可以把这个粪便微菌的移植 去做一个治疗方面的发展 那微菌的粪便移植就是我们听过的那个FMT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这个其实就是从我刚刚讲的这个 困难受伤感菌的感染之后 开始越来越多人的应用 那台湾其实在最近几年的法规才有通过说 我们可以去做这个肠道菌的粪便移植 那大概现在只能用在一些像我刚刚讲的 困难受伤感菌感染的病人 或是一些跟肠道有关的病人身上 或例如说像是发炎性的肠道疾病 但是在其他国家呢 例如说澳洲 澳洲也是做很久的 他们可能就是用在一些例如说调法 或说肥胖 就是一些各式各样可能跟肠道菌有关的疾病 包括可能我们的一些跟身心科有关的疾病 例如说犹豫症自闭症等等 都有人考虑可以用这个粪便去做一个移植 好去治疗这些疾病 那有一些国家也比较聪明 例如说他们可能就想说 诶荷兰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是不要给你钱了 我们开始就是用这个匿名的方式 征求免费的这个捐分辨的人 那我们再用这样的东西去使用在需要的人身上 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收购分辨所花的钱 那新加坡他们这次做的我觉得还蛮好的是 他们就直接做真正的银行 就是银行要生存就是你必须要花钱 去把你的大便存在里面 而不再是政府花钱 请你给分辨 那为什么民众愿意去花钱 把自己的铺铺去存在银行里面呢 这就像是你为什么要花钱去存这个期待血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最健康的状况 的分辨留下来 未来如果你发生了任何的疾病 包括癌症 都有可能可以去把这个自己的新银分辨移植回来 回复那个最健康的状况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是有个但书 就是其实我们都希望是在自己的肠道菌相最好的状态 那以前有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移植的是别人的分辨 那一个就是说 你会有种心里觉得怪怪的那种抗拒感 那二来就是说呢 会有一些像排斥等等的反应 或者是风险存在 就像王医师之前拍过了一个益生菌的影片 你看到益生菌吃下来都没有办法定植了 那别人的肠道菌移植到你身上来 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定植呢 有可能没有办法定植就算了 还可能会排斥 因为我们的居民跟他们居民不一样 那以前经过这个粪便移植造成一些败血症的case 也不是没有 所以它是有风险存在的 因此近年来我们所谓的粪便移植大概几个方式 第一个是做成像是胶囊这样吃下去 或者是精鼻的内饰镜 或者是精大肠的这个内饰镜 就已经灌进来 那现在比较倾向做自体的粪便移植 为什么 因为自体的很安全 你自己给自己绝对不会有什么排斥的问题 好 那这个可以怎么运用呢 我自己认为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还没有这个粪便银行 但其实这个是我的很多的老师 教授们 他们一直在想的事情 他们这几年都只很希望我们台湾 有自己的粪便银行 然后可以把这些粪便去做一个 未来治疗在病人身上的这些技术 但是就变成说呢 首先我们也是要去想说 那这样有什么样的情况是 我把我的粪便花钱存下来 对我的未来是有帮助的 我愿意花这个钱呢 王医师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我当初在做这个减肥的 就是治疗当中 我一直都在想说 虽然我们腹胖这些事情一直都发生 那我们都觉得说可能是要用 例如说饮食的改变 这个例如说味觉的改变 常常菌相的改变 或是运动习惯的培养 总之我们都会往一个 健康的生活形态的培养去介入 但有一些人 他的这个生活就是很多的应酬 他就是大小夜班 他就是饮食不正常 他就是没有办法 持续去做健康的饮食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有一个方式就是 或许我们去做这个 粪便的移植会有帮助 例如说我们所有的 这些减重之后的人 他们毕业之后 我把他当初就是 他毕业之后最好的 那个状况的粪便留下来 那这个粪便冷冻起来 保存之后 以后你或许 maybe一个月 固定吃一颗胶囊 或是说两周吃一次 或是两个月吃一次 或是三个月吃一次 我们可以找出一个 你如何去 maintain你的体重体质 跟你的健康状态 最好的这个频率 去给予你自己的粪便 胶囊 每次都移植回这个 最健康状态 这绝对是有机会可行的 好 那就只是说呢 你要确保 你的减重瘦下来的这个过程 是对肠道菌上来讲 是健康的 例如说 如果你今天是用一些 我以前举例过的 不健康的方式 好 例如说 之前Nature的研究 就是一个非常 极低热量的一个减肥法 发现他的这个肠道菌 反而变得比较像是 萎摩性结肠炎的那个状况 那有可能 反而是之后会 加倍吸收的菌相 这个菌相 就是不能用的 OK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他还有个挑战是 我们如何确定说 你的这个减重方式 都是走一个 会让肠道菌更健康的过程 那当然就是要做 肠道菌的这个 菌相分析 那我确定说 你的状况变得更好 我到时候再把它保存下来 未来它才会有一个 帮助你维持健康 跟不要富胖的效果 那因为4加2R代谢饮食法 目前我看到 就是我们的研究收案 有60几个人 他们从一开始到后来 他们的肠道菌的多样性 是增加的 很多制造丁酸相关的好菌 数量也是增加的 所以看起来都是 往一个好的方向 包括生化素质 也是跟着这些菌 可能有意义的去改善 所以我的愿景就是有一天 台湾如果法规跟环境可以许可 或许我们也能成立一个 自己的台湾人的分辨银行 然后提供所有 就是在不管减重的人 或者正在用生活形态改变 希望自己更健康的人 你都可以在付出一段时间 努力之后 把最好的状态保存下来 甚至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baby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任何的 环境荷蒙污染之前 爸妈也可以考虑把孩子们的 这个瀑布留下来 他的比非德士菌数量最多的时候 免疫力最好的时候留下来 以后他如果未来老了 他的这个比非德士菌的数量下降了 或许还可以移植回自己的身上 当做一个终身抗老 抗癌症或保养的一种方式 那当然这都是王老师的闲聊 我相信这个 美国他们2012年做到现在发展这么久 也是一个可能亏损的状态 台湾要能在一个不要亏损 不要倒的状态 去把这件事情发展起来 相信还有非常多的配套措施 但是只要王医师还 那个能够努力在研究的一天 我就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实现 那就希望大家未来真的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有第一个粪便银行的出现 谢谢大家